Hi my name is Guy Ewan 我是一位攝影師 攝影師就是負責捕捉影像的部分 所有的後製、後製的後期製 Hi my name is Guy Ewan 我是一位攝影師 攝影師就是負責捕捉影像的部分 後期製作的話 像是調光、調色、做一些效果 都是建立在影像這個部分上面 但是如果你想要在影像上面 再增加更多的內容、更多的資訊在裡面 那就是文字需要加進去 Hi my name is Guy Ewan 我是一位攝影師 攝影師就是負責捕捉影像的部分 影像到後期就是剪輯、調光之類的 這些都是建立在影像上面 那如果你想要在影像上面增加更多的內容 更多的資訊在裡面的話 那你就可以去 Hi my name is Guy Ewan 我是一位攝影師 攝影師就是捕捉影像的部分 真的沒有什麼大問題 後期製作、剪輯、調光這些 全部都是建立在我們攝影師拍攝的影像上面 來增加或是調整這個影像 就基本是不變的 那如果你想要在這個影像增加更多的資訊 更多的內容的話 你就要加上文字 我覺得文字是一個工具 就是可以增加更多的內容在上面 那我想要練習一下 就是文字的編排、文字的設計 文字的間距、排版 這些全部都我想要來慢慢的研究 就是好好的來編排設計一下 那我們就先用單獨的一種字體 然後就慢慢的來用不同的編排方式 看有什麼不同的花樣 不同的後製方式 把文字、把我們想要的內容 增加到我們的影像上面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吧